要没有人救我们怎么办 我还有敢去参加 去法国留学的面试呢 你干嘛用法语骂人 你以为我听不懂吗 我只是觉得 一个准备出货深造的人 竟然被一个小小的洞穴打败 我看你还是留在这里吧 我从认识你开始 你就不停地抛击我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把你从上面拉下来 确实是我的不对 但我也不想啊 为什么你选择 学习阿里桐杰 因为 不对 我选择 我不想 冠军 我 失败了 对 就你这种口语能力 就算你拿到学校录取通知书 也是浪费一个名额 倒不如留给更有资格的人 我现在还有时间